诗篇117篇 第1至第2节 曼国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曼文 你们都当赞纵塔 曼文 大诗池爱耶和华的圣诗传都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刚才我说到关于我曾经回到外国的教会 他们很着重敬拜赞美 而实际上他们很多时候在聚会后 都会有一段时间 玩音乐 让整个同在可以帮助他们 而实际上我们教会甚至发展到 结果会有音乐欣赏的部分 但是没错 现在我们主日是没有办法提供到这一点 直到我们将要分三堂 我们绝对可以再次提供半个小时的音乐欣赏时段 但是就如我所说到 就算教会没有提供 以前在我自己都会对自己去做这一点 其实这是我们的信仰里面 属灵生命耕耘的其中一个功课 当然别人做我们能够顺利成章享受 但如果别人不能提供的话 我们自己都要去 围着我们的信仰的深度 以及我们信仰里面的某些元素 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 就好像我自己提到 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 我自己会 我的时间表很充实 可以说非常忙 连睡的时间也不多 但无论我的时间多忙 我都会非常小心去安排 每一次听完信息之后 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去听诗歌 去让我自己 能够再次去品味那篇信息 因为我们有时候回忆那篇信息 只是回忆资讯 或者知识 或者资料 是不够的 其实我们的回忆是 因为整个聚会 有时候我发现 以前看到这些传道人 或者牧师 现在自己就是传道人 就是牧师 其实整个聚会当中 最重要的不是 讲几多资讯 而是这些资讯 能够为我们的心灵 达到一个什么 mood 而导致我们能够去毁身 去感动 去改变 被圣灵触摸 所以其实 在以前我发现 牧者很留意这件事 他们很小心的去制作这个 mood 但我发现 当听完篇信息之后 我们回家 或者在忙乱当中 或者在驾车的途中 或者做什么都好 有时候有些人 会立刻 喜欢炒炒炒炒 立刻过自己忙乱的生活 又赶着走 赶着去威风 很多时候 他没有让感动的 mood 再次能够在他的心灵里 维持久一点 但是我发现 当我自己 有留意这一点 我记得当我读书的时候 即是在加拿大读书 我就很自由了 我其实 结束了 我根本就去哪里都可以 我自己有车 我喜欢玩又可以 回家又可以 但我都会 直着播放一些诗歌 去回忆那篇信息 我发现 会使得 不单只回忆的知识 我发现 我连当时的慰身 感动 能够将时间更加延长 就好像 等于你支援那棵树一样 偶然给水 和你用水去支援是不同的 但当我发现 我这样去做的话 那些讯息对我很深刻 但那些讯息对我的改变 就更加深刻了 就好像 这个习惯到现在 我成为一个牧师 一些近我身边的人 就知道 当我聚会之前 我是要不断播着歌 在旅途当中 甚至我自己 好像现在录主日讯息 通常就 不为主日出现 但我自己本身 去录这些讯息的时候 我发现能够帮助我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去分享之前 是要听着音乐的 所以 现在已经有个习惯 工作人员 当我去到 现场预备录音的时候 其实他们要播着音乐 播着这些新的诗歌 因为原来 这个会导致 整个话语 能够找到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开狠了 让整个话语去扎根 而使得最重要 就是当我们思想 整个话语 带上对的情绪 对的感受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是听 一个数学的数式 我们不是听法学程式 我们是听生命的信息 而我发现 这个竟然存藏了一个 肉眼看不到的财宝 在我内心当中 使我对属灵的东西 是热切的 使我对于伟生的感觉 是积极的 最重要的是 使我对属灵事物的新鲜感 力久上身 而我说的是 不单止在初信的时候 到我现在侍奉的时候 都发现 这个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所以我通常 我会去听一篇信息也好 又或者我自己去分享 一篇信息也好 我生活上都会有这个习惯 我发现 在信仰上的成长 我所拥有的成长 是我身边其他没有这个习惯的人 是绝对没有的 所以原来这个 就是为何诗篇117 是这么重要 因为原来在你的生活里面 每天 每个人都忙 熟悉的又忙 你听人们常说 没时间回家就知道 但熟灵的有些 很多时候因为伟生而 我们都会很忙 但我想给你知道 如果当你不断成长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断应付到你的忙 而并且更有效率的处理 和完成 你每天要做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你不仅是每天 设定一些时间去祷告 这是好的 但是比祷告更加重要的 如果你只能够二者选一 那我一定会选择敬拜赞美 因为比祷告更加重要的 就是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 是使得我 有刚才我所说的这种特质 由我初信到现在 使得神仰话的信息 是入心很多的 而并且使我永久 会记得每一次的卫生 有力量去做卫生 也并且永远带着那种新鲜感 那种更新的力量 去侍奉 但我再提到一次 就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是安全 因为记得 事实上当你听见敬拜赞美的时候 最好是戴耳塞 但是如果你过马路 又温柔障碍 那你就千万不要戴耳塞 我说戴耳塞可能是 你只要躺在这里睡觉 休息的时候 或者是人家开车 你又坐在这里可以静默的时候 你会发觉 就算短短10分钟而已 但是你真的会把你有那种的临场感 就是去思想一些的信息 去咀嚼神的话语 或者甚至去回忆 正在聚会当中的感动 那种临场感 值着敬拜赞美 是真是很强的 很深刻的 可以带到在你的生命当中 诗篇117篇 第一到第二节 曼国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曼文 你们都当重赞他 因为他在我们大师慈爱耶和 或者性失串都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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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 有你真理 伴出我既行与悲 按照你心意 若而唱赞美 总有崎嶇可见 但我仍未退避 要决心找紧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